如今大城市高峰期堵车已经沦为常态,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,当你在这边堵得死去活来的时候,往往对面却是长灯无阻,这心里那叫也够不好受呀,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潮汐现象,为了能够解决这种双向车道资源浪费的问题,国外一家公司就发明了一款潮汐分岛车,只要在汽车上装一个像鱼鼓棒一样的长条支架,它就可以在拥堵车道中,上演划分车道的神奇操作, 而使用方法非常简单,利用钢纸框架,将潮条支架固定在汽车的跨过位置,随后控制车辆的角度,向右或者向左便宜一点,在支段两端的档杆作用下,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,就可以将一端的隔离堆转移到另一边,等后方的挡杆将隔离堆接稳扶好后,一向看着惊醒刺激,其实稳如牢固的变道工作就完成了,而在想将隔离堆转移到路边,只需要将支架的倾斜角度, 继续转换就行了,要知道,一间马路中间的隔离堆,变道工作可都是用人工完成的,在飞驰的撤流中工作,不仅危险,而且效率还不高,据说,完成一段5.6公里的隔离堆变道,就需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,反观现在的潮汐分岛车,用上它15分钟不到,就能完成该任务,不管是效率还是安全性,直接落了人工一大截,对此,大家觉得这款发明到底怎么样呢?欢迎下方留言讨论,我们下期再见。